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周文怀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是去年11月23日金牌经纪人陈自强的丧礼上 当时他和成龙 张学友 谢贤等影坛大佬为陈自强扶林 对于周文怀离世 周文怀的家人始终不肯证实 香港媒体在周文怀死讯传出后 到周文怀与红颜知己武淑芳所生的儿子周崇奇 在香港佐敦任职的诊所 看到周崇奇在当天晚上8点左右离开 他一出门马上开始讲电话 聊了半分钟后才挂掉 记者上前问有关周文怀离世的消息 包括是否在医院ICU离世 有否探过父亲 以及最后一次见父亲是核实等问题时 周崇奇全部都没有回答 只是双手插着裤带 沉默不语及苦笑 虽然周文怀的家人拒绝证实噩耗 不过很多圈中人已经收到相关的消息 人称EYT之父的资深影视人蔡和平表示 德西周文怀在11月1日已经处于弥留的阶段 女儿也已赶到病床旁陪伴 而香港电影工作者总会会长田启文就表示 收到消息指 周文怀的家人不想公布任何的消息 在所有事情办好之后才做决定 对于周文怀的离世 天王刘多华表示离开TVB之后成为周文怀旗下的艺人 那段时间因为兵主关系 见到周文怀先生也不敢多说话 直到后期跟佩华姐合作 开始与这位前辈的关系密切起来 逐渐变成了朋友 游记得在当初拍电影《陶解诗》 这位亦师亦友的前辈给我说放任的去追梦 但追梦的时候可以丢了梦 别丢了自己 她的一生印证了一切 舍不得她走 愿一路逃走 家人急哀 而许冠文的太太则表示 许冠文不在香港 目前仍在台湾 称没人正式的通知他们周文怀离世一世 去年最后一次和对方见面时 对方还跟自己的孙子一起下棋 当时周文怀的状态很精神 而引后袁永怀则感慨的表示 周先生人很好 当时我签给佳和时 他很会关心员工 了解我们想怎么发展 那时候我去上海戏剧学院读书时 周先生和先生都极力安排我去 希望他的家人可以节哀顺便 娱乐圈又少了一个好老板 魔方全媒综合报道